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外头瞪着啊你 这说糟糟糟就到了 来来来 进来进来 上他 好 就是到底造了几年 你是来造小辈的吧 对呀 那人呢 他还没有去抓你 那这就给你教他去 你快着点啊 再晚呀 就赶不上开爸了 开什么爸呀 新娘和爸呀 先是回家过中秋放我们几天假 小辈呢 要约我一块去捞鱼 小朋友啊 自己去吧 小辈去不了了 你是伙计吧 对 这边的爱是 转贵的 我们难得放几岁 你就高台贵手放他一马吧 好 那个就给你个面子 搞台贵手 大大个人要骂他一骂停喘 对呀 起罚是不对的 不罚更不对 问棒弟子出校子呢 您随便打 我就不参观了 前晚别说说我 我接 这茶叶渣子你也敢给人喝呀 这小玩意儿你 气了你 烦死了 烦死了 这么晚才叫我起床 着急忙活 你上哪去啊 书院啊 我得赶快走了 迟到了 先生又该打我手把了 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到底上哪去 书院呢 喉喉的西凉河 酸你屎香 险从放假为啥不告诉我 他放假就应该他来找你说呀 我真来不及了 你个午饭你给我留着啊 嫂子 你又想干嘛 到北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童相遇 我和你妹子 你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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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死了 烦死了 我又没逃去 先生帮我家 凭啥不让我去 凭啥 逃回笑意 你会干报应的 干什么的小贝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你说你生气就生气 你怎么能拿这些东西撒气 这个包袱不是无双姐让你转交给秀才的吗 谁说的 不许说出去 小飞 小飞 快点 小飞 小飞 下次快点 我没事 我没事 有事用不着你管 她欠了这么大一个包 疼不疼 疼不疼 不疼 我都说了 有事用不着你管 看我干嘛 又不是我弄的 你就在屋里咱们看着点她 你怎么说的 我干净不是你的 但是你也这么大的人了 一段责任性的 没有 你们屋林众人 一个一个的 不是靠尺形狭章一 你狭章一 那些狭章一 让耗子给看了 行了 行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你 不用躲 慢慢躲着你 过来 穿个地方操作 你还行啊 我出去看看啊 有啥好看的地方 给我站住 你怎么走路的 脑袋上没长眼睛的 脑袋上长眼睛 那是杨俭 谁啊 二郎神啊 满地找到 别过来 小飞 这都别乱坚固 我还是保护 我还是坐在那儿坚固 梦里 梦里有坚固 怪不得小飞头上装了个大宝 小飞 臭子对不起你 好险 什么好险 关你什么 走路小心点 不要到处乱撞 下起来 今儿宝死了个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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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干这么办 老师说出来 就你叫我 嗯 白所自欺负 害死你自己吧 这可人家无爽 给修采的逆瓶沙扣下来 哼 就他手也好 就他会做衣服 就他知道疼人 走都走 还给我来这手 确不确得 也不知道谁确得 我确得行了吧 我那点得 都让耗子给啃了 行了吧 不行 你耍啥也不行 赶紧把东西还给人家 哼 我还死吧 修采 我得起团 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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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哥 这件衣服 是专门给你的 这就对了 之所就盖 你拿去试穿一下 哪不合适 我帮你盖 不美 行行 赶紧去穿吧 好 好 他爸绝对那不太对筋 他以为是腻做的 那是他以为 我说什么了吗 虎哥 这件衣服是专门给你的 你拿去试穿一下 拿不合适我帮你干 师傅呢 你真是太隐现了 我不得起硬性 我还很不辣 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 要不救人 你想赞吗 女人为了捍卫爱情 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你自己琢磨一下 夫妹 我错了 我以前真的看错你了 看错什么了 你非但不蠢不笨 不粗不露 恰恰相反 你真的是太聪明 太能干 太贤惠了 我这辈子 第一次穿到这么贴身 这么舒服的衣装 只有织女下凡 才能有这么巧夺天空的手衣 那你就一直穿着 穿到进棺材好了 那当然了 一定要穿到棺材里去 这种面料 连受衣都省了 你最后一辈子都别脱 糟死你算了 他怎么了 报应 这就叫自作孽 不肯活 我又说错什么了吗 这 展柜的 这账还没问题呢 这自己问 你呀 要死又空 真是应该好好学学女红了 我学她干嘛呀 就不是找不到裁缝 裁缝做design号 也代表不了你的心意 看你说 像我这种人 他能学的好 我跟你说 质量不重要 关键是洗衣 只要是腻做的 再给我修材也会拍出来 修材来了 你问他 你怎么又把衣服换回来了 你那件衣裳 我决定再也不穿了 为什么 师父穿得特别不舒服 太舒服了 那么好的衣裳 穿坏了多可惜呀 所以我决定 找个显眼的地方 把他挂起来 今后只要一睁眼 就能看到他 一看到他 就能想起做衣裳的人 你觉得挂在炕头上 合不合适啊 你爱挂 挂 我挂就着 走开走开 不要打了我干活 到底是怎么 走开了 怎么回事 你还是歇会吧 这次我得假的 又不是你的修材 甭管我 这口气我必须得歇干净 否则我憋得难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呀 哎呦我天哪 你这怎么弄的呀 你管 气死我了 都吃了没有 你到底是气还是饿呀 连起来的很有气不饿 我好不容易到河边 大早就开完了 我连个鱼影都没见着 你还真得骑老鱼了 我笑 气死我了 我是代价之人啊 不必往常 你说呢 传说中的郭尼虾 哪两块回哪待着起了 明镇江湖的白大虾 我就是个跑堂呢 哎 那也决定了客栈的生死存亡了 你少来这套 一个住罪啊 家法第十六条是这么说的 没有大人的陪同下 严禁接近一切有水的地方 括号包括水井 括号吧 为止这么处理呀 发钞算鞋三百遍 可我是代价之人呢 该兵力也没有用 站堂 准备自笔 驾发伺候 喂 你还讲不上你啊 你讲呀 躲拿点字 干潮五百遍 你认识怎么这样啊 七百遍 我回不上 一千遍 我错了 一千五百遍 我已经认错了 两千遍 你千太善 两千五百遍 我给你计划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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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是别挺外人 来一队一三 你好啊你 咱俩好好来一局啊你 你让谁呀 我上规的 何行如何散 咱俩这么多呀 咱俩我也当掌规的 肯定比你唱一百倍 有这闲果怕去把我量钱 我先跑里去吧 吴湘玉 你这个诺琪 诺琪 难道是诺夫 女的当然是诺琪了 谁有此理五千遍 拿出去草莲 十八年以后 我还是好汉 一般别 我操饭就不去秦斩 杨贵 有点过了 罚规罚你也不能太狠 万一给小孩子饿个好胆 谁负责 都说了 好好握死我算 你还是不服死吧 就是将党战规的死吧 给你几乎 九十三千 你要是能挣到三两银子 就算你赢 有什么好处 你要是赢了 那一万便就给你灭了 另外每个月还给你夺假物 什么的零花钱 但你要是数了 不但要草数 而且从今往后 以赴自己去方万去刷 所有的假物全都自己负责 你们只要干说清 全都开除 太狠了吧 好 我答应你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说吧 在此袭击 你们所有人包括你都得去我的条位 没有问题 从明天气 你就掌柜给了 卧掌柜 我啥时候跟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 卧掌柜 你先把你那猫脸给洗个行不行 掌柜探算账 拿钱呢 好好算账 算完了吗 算出来了 他们最火的时候 每天平均是六千银子 三天就是一两八千 你说他为啥给我订三两呢 嗯 太阴险了 嗯 所谓无奸不伤嘛 今儿就算摘他手上 走吧 哎 哪去啊你 抄书啊 一万遍 咱俩一人五千 那得抄抄啥时候去啊 五 那你也别灰心啊 既然是客栈嘛 嗯 就得以食为高 顾客第一 什么高什么一 你别绕来绕去 有话直说好不好啊 嗯 以食为高嘛 就是指菜色要好 这方面咱们估计没什么戏了 那那个那个 顾客第一呢 顾客第一嘛 就是充分满足客人的要求 客人喜欢什么 你就给他们什么 我哪知道他们喜欢什么呀 你把自己想象成客人不就得了吗 如果你来这儿打家伙子住店 你最希望这儿有什么 我要是客人的话 我明白了 找个位子茶 我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对我很有意见 有意见可以提 不要在背后山音风点鬼火 这种行为很让人不迟 不迟 他俩 不是在说饿吧 好像是你 但我在感情上也支持你 我还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对这个店很有贡献 说我呢 热烈鼓掌 哎呀 瞧瞧人家这范儿 这才叫掌柜的 但是 那是你 就算有天大的贡献 也不能讨在功劳部上吃老板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谁要敢阻拦我的治理客栈 就让谁那篇话 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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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还不太明白 您到底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肯说书 我就肯分你点查检 如果你不肯 我就到燕谱头那儿汇报点情况 你汇报什么情况 抓贼 抓贼 偷顶盖的贼 就对 不是你这孩子哪学那么多孙招 说不说 你自己决定 您想听哪段啊 我说了不算 得由客人来决定 知道这叫什么吗 顾客第一 你们俩好好学着 走 好好学着 哎呦 这倒要看看 数量居数能带来什么声音 听书免费 各自查理 随便您叫 莫张贵有请 你里边请 微笑 微笑 你进干嘛 出去 敢拍我不是请人说 请出免费吗 是 请出免费的茶水 这个问题 好 我给你见 话说天地初开之时 东方有一熬来国 旁边就是大海 大海里有一座山 西游记嘛 都清八十多灰了 你换一个换一个 快 快 快 我问你 谁让你进来的 这咋回事吗 我可是巧 我查下来吗 张贵 话说北宋 折宗时期开封府有一浪荡公子姓高 老书 老书 水壶转嘛 我都清八百多灰了 你换个新冉那儿 东方 我这是跟你面子 话说商康神烟疫八千多灰辣 话说随堂烟疫八万多灰辣 话说宋人都烦下无益 我到处都能背起来 你都懂 你都会 来 你来 你说 我伺候不了你了 你来 你来 你这傻态度 你这干都是脚了插线脸 洗点一洗都不容 你说大家对不对 这下可这么手揍 用不着不管 过来 人家可都交了银子的 交银子把银还他 是输我没法输 你说不说 不说 你说不说 我不说怎么着 你不把掌柜当掌柜事是不是 我就从来没把他当掌柜的 好 你不说是吧 我说 你说他吧 我看你会说什么你 话说本朝 有一名江阳大盗 人称珍珠翡翠 白云他 好 好 好 诸位 诸位 我来 我来 我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鼓励一下 白玉堂还有一个威震江湖的绰号叫道生 此人自幼丧 此人自幼丧 跟着老娘四处逃生 说是迟那是快 以暴头还眼的标行大汉迎面而来大贺一声白玉堂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别吵别吵别吵 今儿就到此为止 如果各位想听的话 明日起早 来 来 走走走走 行 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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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算了咱就赚多少 算了 这些同班换成银子至少八千 干嘛 奖钱吗 说好了吗 挣了钱分我点 你放心 我说话算话 来 扇手 谢谢 三文 买几颗胖大海 入味嗓子 明儿个还有七八十场 七八十场 你妈还让不让人活了 你不想说是吧 你不说我说 反正你那点事我都知道 哥到时候我说漏了嘴 你可别怪我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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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造的奶笼子你爱我 天呐 天呐 你怎么这么乱 你可不可以怎么收拾了 我来帮你收拾 我来帮你收拾 你拿这个样子 为了你我特意穿了三层 里外各一层 又把你送我的那件衣裳穿在中间 这样既不会穿脏了 又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你的一片心意 是不是很天才 天才之极就是蠢才 滚开 不要打到大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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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说话 别找不自在 人家说错什么了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请使用人类的语言跟我交谈 討厌了 你再这样人家就不理你了 吕秀才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心灭 老了点 再来劲 小心我一耳刮了 臭死你 这爆脾气 你说什么 你给我再说一遍 这跟我没关系 大嘴说 你别管 别管 你再不要跳进了 大狗招 老板你嫂子怎么成这个样子 怎么了 让严勋呢 舍得一身瓜 敢把皇帝拉下吗 哪个皇帝 莫小贝 他跟我同 他还嫩点 没事 下回事 下回事 主妇没事 嗓子倒了 没法说书了 那可咋班呀 我听说人家摩掌柜 只专了把借银子 用不着你操心 我的事我自有办法 这不过你上那去 掌柜的去哪 需要跟一个小杂姨汇报吗 那你这孩子 跟着看看去 嗓子倒了 学不了 你靠嗓子走路 你几次汇报 算了个孩子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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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睡不着啊 谁说的 我睡得香了嘞 我现在是梦游 你梦里也能见到我啊 你不在的时候啊 我天天都梦到你的 我也梦到过你啊 两三次嘞 说真的啊 你说如果我和吴双 是同时出现在你面前的 你会选谁啊 选你啊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 无数遍了 那人家就是不能确定 一定已经肯定嘛 他那么贤惠 还那么聪明又漂亮 怎么看都比我强 好 那也就是看着贤惠 那活儿未必行的 就拿那衣裳来说 你问他他能做得出来吧 那如果就是无双做的 你会怎么办 啊 我是说如果 那就还给他 你再重新再跟我做一件嘛 就怕你穿习惯了 都舍不得脱下 不可能 我这个人呢 从来不讲究吃穿的 我喜欢你就是因为你诚实可信 从不撒谎 真的 这是两个人相处的最重要的原则 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 什么白头偕老终爱一生 全都是白日做梦 侯哥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还贵了 你当心点 行行行 快 宿静宿静宿静 人家本来就挺宿静的 行行行行 下面有我们敬爱的博商会发言热烈鼓掌 好了 这么晚把大家叫起来实在是很抱歉 没事 我原谅你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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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们走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这个明天呢 是我上任的第二天 也是呢 倒数第二天 最关键的时刻 这某些人呢 就掉了链子 他以为这样呢 就能拦得住 我免费送他俩字 做梦 行啊 你到底什么意思就直说好不好 我们明天还得早起来 明儿一早呢 你们每个人都得出一个节目 这又不是西板子出仨节目吗 只要是你的擅长 而别人就不会的都行 那我就擅长炒菜 你喝着不能让我拎个铁锅给大家炒着看吧 那个炒就算了 一点观赏性都没有 我建议你 你现在就去练练那个刀法 把你那个那个什么左青龙右白虎结合起来 去练 去练 练练练练 那我呢 我啥也不会 白痴干犯 我说嫂子 你从哪找来一个菜鸟啊 咱这个颠可从他手里盘过来的 摩掌柜 既然你啥都不会 你就朗诵我试吧 凑个数 去吧 你那个连谁也不会背 没有办法的 你可以抱牧吗 这样有工法办法 那别人看来 咱们是炒台班子太土了 我就是用歪文包 他也是个炒台班子 我把我还抱回去说 用得着你管 是准备你的节目 还有小郭姐姐 我建议你和白大哥呢 联合呢 表演一个金涛掌碎大石 怎么样 我是一子阿姨 又是卖衣 嗯 那个秀才的衣服挺不错的 我把那个布料拿出来 那个 碎大石 少他一点 谢谢 大大哥你呢 金涛掌碎大石这个节目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演大师版 另一个是演大师版底下的人 你选择吧 还是演人 客观你里边讲 谢谢你 里边讲 谢谢老板 你又来了 里边讲 你都到了差不多了 开始 秋风送爽 百花睁眼 在这个今儿个咱老百姓 真呀真高兴的日子里 我怀着你快乐 所以我也快乐的心情 向大家正式宣布 演出正式开始 表演第一个节目 诗朗诵 表演者吕青猴 大家热烈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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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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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节目 旋风菜刀 表演者李大嘴 大家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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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谢大家的厚爱 第三个节目 也是本次演出的压轴节目 金铐掌 岁大师热烈鼓掌 哎 哎哎哎 哎哎 大家这个节目可费在上啊 你要是咱咱试搞吧 我看不完 再回旁边去啊 哎 我看这个节目是顿啊 这这都是真的不是 我看你想家里 是真的 那你拍一个试试 你要能把它拍碎了 我倒赔你十倍的茶钱 你拍一个 拍一个 拍一个 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见我 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 相弄十八章很厉害啊 老杀 你真子厉害啊 上岸了 快说风雨中这点风算什么 好嘞嘞 好嘞 Mercedes 来来来 先休息 快快快 开 сер 你俩回去休息 Alpha 没事吧 小贝 你白打个李妖妃是不是应该溺处 凭啥 又不是我窍的丁子 你现在是仗规的 节目死你设计的吧 或者现在处理事你不惯 我 管就管 要单子呢 啥 这么多钱 看你说的 看啥瓶不得花钱 再说了这也不多 一两八钱你这两天挣的 不正好扯平了吗 你说得到亲家 那可都是我的血 你还不得花钱 节目都是别人处的 又你撒血汗你 是 我是没有出力气 但是我出心子俩 找死人家求孝懂孝的 又你撒心思 腰是腰的掌柜 腰是腰的掌柜 我给你付医药费 这总行了吧 又泼理 还剩下一天时间 祝你早日挣到散两银子 OK 不要扶我银子都拿出来 快走 我要去理voor 那我带你放下我 你看看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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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眼睛无极梗 他这百年公司的口罩 这是我爸挖的大价钱 都一扇房弄来的 一般人我还不给呢 就这么个梗 就像白砖散两样意思 你以为谁都吃得起吗 就是 要整体这么灵 那葛大帆庄还不躁动卖风 在这里边 光是燕窝和鱼翅 就没几个人见过 燕窝鱼翅 就跟从那里去 去厨房啊 燕窝 我们就用银耳来代替 那个鱼翅呢 我们就用那个粉丝来冒充 那你这不是啃人吗 不行 绝对不行 咱这个店好不容易有点省于景气这么折腾 你放心 真正的有钱人 他吃的就是这价钱 才不带我这三两银子呢 三两银子 对啊 每晚三两 我们只要卖出一门 就齐活了 那你俩就好好买吧 那看见你俩纳飞怎么买得出去 走 客官 你里边请嘞 尝尝我们的天地无极羹啊 百年宫廷米风啊 百年宫廷米风啊 三两银子一碗 你往里边请 尝尝我们的天地无极羹 只剩下半个时辰啊 还不到半个时辰啊 大不了 我替你抄的那五千变得了 公主啊 哪怕剩一秒钟 我也不会放弃 天地无极羹 天地无极羹 这多钱一碗呢 三两银子一碗 但绝不还价啊 哎呀 你跟他说这个干嘛呀 他又想吃 他躺起那行吗 嗯 你得咋说话了 今儿我就讲你瞧瞧 什么叫神唱步咯 算吧 哇 神唱 神谋 神谋唱是啊 哇 哎呀 咱们就要赢了 爹爹就要赢了 哇 嘿嘿 两千多二九十七 嗯 嗯 两千九八九十八 两千九十九 四 还差一文 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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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掌柜了 嗯 我实在是没有了 哎呀小米 要不你上街再逃逃 哎 都在地儿了 你让我去哪逃去 哇 这真是 糟话弄人啊 秀才 小郭姐姐 你们俩谁借给我一文钱 明天我还给你们俩十文 淘气 淘气 一百文 挂鼻子 挂鼻子 好 哈 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小郭姐姐 哈哈哈哈哈哈 听说 您最近学会缝制这个衣装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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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谁说 我最好有一文钱小贝 我谢给你 莫掌柜 这么说我三两磷子够了 等会我来合格 行行行行 酱米待会来合格 你可笑 好嘞 一文钱卖件衣裳 修餐 对 还合算 好衣裳 就得值得一个价 小五姐姐 你身中考虑 身中考虑 身中考虑 忙碎了 姑奶的受不了了 你说都是一死 我还不如做点膳事 拿去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不用怕熟 大人是不够 郭芙蓉 修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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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衣服其实是无双做的 做什么 我是说真的 那件衣服是无双赢酒钱 给我转交给你的 你又是说 你跟我撒谎吧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只是说那件衣服是给你的 你要是不合适 我可以改改 但是我没有说 这是我做的 是你自己理解错了 你还敢狡辩 简直是太过分了 你说我说吗 我不是 我不要骗 真的没有想到 你原来是这种 你以前 简直就是瞎了眼了 你不看手 你不看哪 你说什么 说的 :「我不要美国 我不要美国 我只得说患不患 可是那个真正没有想到 竟然比死还要难受那种感觉就好相思 在这笑话还不放油 把心放在裹上慢慢剪 直到剪糊了 为止 如果商店再能给他一次机会 他就想对他说三个字 我再也不敢了 这事 嫂子 这句我听明白了 滚开了 咱都滚了 我那很 郝老明 来了 好羹需要好火炖 你当这是炖鸡蛋羹 这是赢了 很有运气 这是粉丝 小米 那些钱还给你 你问那些空母拐犯的事我再也不干了 小飞 啥也别说了 那一万别劝学不用炒了 但是下午锅得自己干 干就干 我宁可累点 也不像小郭姐那样 把心放到锅里煎 还不放油 还得多疼 只要你能向明摆 这三天张棍就算你没有白党 小米 你干啥呀 我手机就你去告人去 干啥什么呀 银子不是就给你了吗 你找家买家欺骗消费者 你等着我关门吧 小米 亲来呀 都是街坊邻居的嘛 又撒发不好 有什么要求子灌蹄 来 坐 那不搞那些什么 老伯 给小蕙蜢说完那段书 再说一遍 我嫂子倒了 没法说 不说算了 明天要门见 小米 坐 展团快说 你说 对啊 你说 我说 小回书说到 等等 你去过弄花咯 你去过弄花刮子 大嘴 去过我过小米肘 你也别钱了 去给他锅里锅放着红刀 没了 谁让人家哭了 老伯 他说啥 没看人家在哭吗 哭啥哭 就跟那段书上锅里在哭 去 上回书说到 说哪来着 一个表性的 一年而累 喝一声白玉糖 你都哭 你都哭 他怎么哭 老伯 他都会鸣哭 老伯 他可是倒什么 老伯 你别哭 总之 我得太了 他们对我来未经验 我得太多了 油